《枕边经典》 作为男人的一生 既是儿子 也是父亲 一个儿子哭向他的父亲 做父亲的就要得意了 世上有了一个小小的自己的复制品 时时对着欣赏 如镜中的花 水中的月 这无疑比仅仅是个儿子自豪得多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 一个朋友已经去世几十年了 忽一日早上又见着他 忍不住就叫了他的名字 当然知道这是他的儿子 但能不由此而体现起这一种生生不灭 永存于世的境界吗 做父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 像舌腿皮一样的始终是自己 但儿子却相当愿意 像馋醉壳似的裂变 一个朋友给我说 他的儿子小时候 最高兴的就是让他牵着逛大街 现在才都小学三年级 就不愿意同他一块儿出门了 因为嫌他胖得难看 中国的传统里有严父慈母之说 所以在初为人父时 可以对任何事情宽容放任 对儿子却一派严厉 少言语多板脸 动辄吼叫挥拳 我们在每个家庭都能听到 对儿子以匪字来下评语 和小心剥了你的皮的警告 他们常要把在外面的怄气 回来发泄到儿子身上 如受了领导的压制 挨了同事的排挤 甚至丢了一串钥匙 输了一盘棋 儿子在那时没有力气回答 又没有多少词语能骂 经济不独立 逃出家去更得饿死 除了承接打骂外 唯独是哭 但常常有时不准哭 也就不敢再哭 偶尔对儿子亲热了 原因又多是 自己有了什么喜事 要把一个喜事 让儿子酝酿扩大成两个喜事 在整个的少年 儿子可以随便呼喊 国家领导的小名 却不敢敲声说出父亲的大号 我的邻居名叫张有鱼 他的儿子就从不说出鱼来 饭桌上的鱼 就只好说是吃蛤蟆 于是小儿骂张 只要说出对方父亲的名字 就算是恶毒的大骂了 可是每个人的经验里 却都在记忆的深处 牢记着一次父亲打的历史 耿耿于怀 到晚年说出来 仍愤愤不平 所以在乡下 甚至在眼下的城市 儿子很多都不愿 同父亲待在一起 他们往往是相对无言 我们总是发现 父亲对儿子的评价不准 不是说儿子呆 就是说他吃相 以致儿子成就了事业 或成了名人 他还是惊一不信 可以说儿子与父亲的矛盾 是从儿子一出事就有了 他首先使父亲的妻子的爱心转移 再就是向你讨吃讨喝 以致意见相悖惹你生气 最后又亲手将父亲埋葬 古语讲难当十二替父制 儿子从十二岁起 父亲就慢慢衰退了 所以做父亲的从小严大儿子 这恐怕是冥冥之中的 一种人之生命本源里的极度意识 若以此推想 人的伟大就在于从中 调和富与子的矛盾了 世界上如果只有大男人和小男人 其实就是凶残的野兽 上帝将女人分为老女人和小女人 派下来就是要掌管这些男人的 就在儿子开始做了父亲 这父亲才有觉悟 对自己的父亲好起来 可以与父亲在一条凳子上坐下 可以敲二郎腿 共同地显一支烟席 但是做父亲的已经丧失了一个男人 在家中的真正前世后 对于儿子的能促膝相谈的态度 却很有几分苦楚 或许明白 这如同一个得胜的将军 盛行款待一个败将 只能显得人家宽大为怀一样 儿子的恭敬即使出自真诚 父亲在本能的潜意识里 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 于是他开始钟爱起孙子了 这种转变皆是不经意的 不会被清醒察觉的 父亲钟爱起了孙子 便与孙子没有辈分 洗脑无序 孙子可以嘲笑他的爱吃暴豆 却没有牙咬动的嘴 在厕所比试水尿的远 自然是爷爷尿湿了鞋 而被孙子拔了一根胡子来惩罚了 他们同辈人在一起 如同婆婆们在一块儿说儿媳一样 述说自己儿子的不是 完全变成了长寿男 只有孙子来最喜欢的 也最能表现亲近的是 动手去摸孙子的小雀雀 这似乎成了一种习惯 且不说这里边有多少人生的深沉的感慨 失望和向往 但现在一见孩子就要去摸 简直是唯一的逗乐了 这样的场面 往往是做儿子的感到了悲凉 在孙子不成体统的与爷爷戏虐中 就要打发自己的儿子 但父亲却在这一刻里 凶辱老郎 开始无以复加地骂儿子 把几句肚子里的所有的不满 全要骂出来 真骂个天昏地暗 但爷爷对孙子不论怎样的好 孙子都是不计恩的 孙子在初为人儿时 实在也是贱物 他放着是爷爷的心肝不领情 而偏要做父亲的扁桃体 与父亲是多余的一碗肉 又替父亲抵抗着身上的病毒 孙子永远记着他的爷爷的病不多 由此有人强调要生男孩 能延续加迈的学说 就值得可笑了 试问谁能记得他的先人什么模样 又叫什么名字呢 最了不得的是四世同堂 能知道他的爷爷 老爷爷罢了 那么既然后人连老爷爷都不知何人 那老爷爷的那一对人 一个有男孩传脉 一个没有男孩传脉 价值不是一样的吗 话又说回来 要你传种皆迈 你明白这其中的玄秘吗 这正如吃饭是繁重的活计 不但要吃 吃的要羹 要重 要收 要磨 吃时要咬 要嚼 要消化 要拉谢 要你完成这一系列任务 就生一个食之玉给你 生育是反苦的劳作 要性交 要怀胎 要生养 要养活 要你完成这一系列任务 就生一个性之玉给你 原来上帝在造人时 玩的是让人占小力 吃大亏的计量 而生育比吃饭更繁重辛劳 固有了一种与之快乐后 还要再加一种 不能断香火的意识 于是人就这么傻乎乎的 自得其乐的繁衍着 嗨 这话让我该怎么说呀 还是只说 关于父子的话吧 我说作为男人的一生 是儿子 也是父亲 前半生 儿子是父亲的影子 后半生 父亲是儿子的影子 前半生 儿子对父亲不满 后半生 父亲对儿子不满 这如婆婆和媳妇的关系 一代一代的媳妇 都在埋怨婆婆 可是 你也是媳妇 你也是婆婆 你埋怨你自己 我有时想 为什么上帝不让父亲 永远是父亲 儿子永远是儿子 人数永远是固定着 儿子那就甘为人儿的 永远安分了呢 但上帝偏不这样 一定是认为 这样一直不死的下去 所以父子没了矛盾 而父与父的矛盾 就又太多了 所以要重换一层人 可是人换一层 还是不好 又换 就反反复复地换了下去 那么换来换去 还是这些人了吗 可不是 如果不停地生人死人 人死后据说灵魂又不灭 那这个世界里到处该是幽魂 我们抬脚动手 就要碰撞他们 或者他们碰撞了我们 或者他们碰撞了我们